不好意思 以為時間都過去了 哭得淚眼婆娑 她是去年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彎生回家》的監製 同時也是同名書的作者田中石家 本名陳宣儒自稱是《彎生後代》 去年接受我們專訪時 講著自己動人的故事 沒想到連日來的爆料 她不只倒圖 學經歷造假 她的身世也被日本產經新聞記者戳破 根本不是在日本出生 這一切也讓外界更加好奇 她到底是誰 記者尋現來到高雄小港大領埔 透過街坊鄰居指認 的確田中石家的老家就是這棟透天錯 不過向田中石家媽媽求證 他們家是否為彎生後代 卻得到這樣的答案 一發現是關於田中石家的話題 瞬間不曉得自己媽媽也就是 田中石家外婆是不是日本人 那不知道有沒有日本外婆 總可以知道小時候有沒有 待在日本吧 結果鳳林國小表示 確實有一位與田中石家 同樣出生年月日的陳同學 就讀過這裡 他在那裡 藝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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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專科的 根據鄰居說法 田中石家鳳林國小畢業之後 一路就是小港國中 然後念藝專的繪畫科 十八歲之前都在台灣 根本沒有六歲前 跟外婆在日本這回事 他真的不錯 那小孩都在那裡 有電腦 應該可以回家 鄰居說 陳家在爸爸退休後 就開啟了觀音堂 共有四個小孩 田中石家是最小的女兒 長大後很少回來 很年輕就結婚 生了一個兒子 後來離婚 前幾年還曾經帶著一個 日本人回來 說是乾媽 這一連串的指證 對照田中石家對外的說辭 田中石家的信用 恐怕是已經破產了 用搭販